一城有道学堂 从入门到职业 快速系统学中医 全国的广大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一城有道学堂 我是今天的主讲教师 来自北京中二大学的徐亚老师 那么在我们讲述干他的系统联系之前呢 咱们给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故事 那么这个小故事呢 也就是咱们日常当中很多人生气 一般都会气得吐血 咱们在前不久非常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当中 那么雍中皇帝死之前 甄嬛就告诉他好几件惹他非常生气的事 比如说告诉自己的双胞胎并不是他的子女 比如说也告诉他梅庄生的女儿也不是皇帝的 最终呢 把皇帝就给气死了 那么在结合前面我们的小短剧当中呢 大兵他的父亲也是因为跟别人吵架 最终呢 脑出血而住院 那么到底我们的情质当中的怒 跟干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讲 我们的干它与系统的联系 首先第一 我们先看干再致为怒 那么其实怒啊 它是一种不良的情绪刺激 那么跟我们的干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说干再致为怒 那么在病理状态下 怒容易伤肝 当然这个怒啊 一般是过激会导致 那么影响到干它的输泄功能 那么输泄失常会使干气亢奋 那么气血关系当中呢 我们的气型则血型 所以呢 当气腻 血就会随着气而上腻 所以叫血随气腻 因此轻了则会导致什么 面红目赤 比如说人吵架生气 有的时候脸通红 原因就是在这个 还有说呢 叫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那么也会出现什么 俩眼通红 两眼通红这种表现 再其次呢 干气亢奋也会导致心烦意怒 就是干活比较旺的人啊 一般怎么着脾气比较大 点火就着 甚至可能就会导致什么 吐血溺血 甚至出现粗燃昏扑 像粗燃昏扑这种情况 就是小短剧当中 关于大兵的父亲 他跟人吵架以后 血随气腻 冲破了血管 从而导致了脑出血 因此就昏迷住院了 这就是粗燃昏扑 那么当干输血功能异常了 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我们人的情质 情质也会出现异常 轻了就会情绪不稳 就这个人容易什么闹脾气 情绪不稳定 心情呢 往往抑郁 不舒畅 中了 或者是干于化火 日久 则会出现心烦意怒 就是我常说的火爆脾气 这是关于我们的干 它的情质当中 跟怒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其实反过来 长期的生气 或者是怒 这种情绪呢 除了会导致干气上腻以外 它还会影响我们的干的输泻功能 从而呢 会导致我们筋血运行的时长 以及我们脾胃运化功能 及生殖功能的异常 所以在这里就说 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 避免情绪的刺激 对于健康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干 这个脏气来讲 那么保持良好的情绪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其在业为泪 因为干呢 它开窍于目 而泪又具有润泽 及保护眼睛的作用 泪呢 它跟干密切相关 在病理状态下 当我们的干阴血不足的时候 所以怎么着 眼泪就会分泌减少 就会出现两目干涩 这种表现 那么当风热之邪 浸袭干精 则会出现两目红翅 胸光流泪 眼睛是红的 并且呢 怕光 时常流眼泪这种情况 这是干精有风热的表现 那么当干精湿热的时候 湿热运结于干精 人就会出现什么 叫目史增多 眼史会比较多 一般呢 认为是由干火 眼于上 或干精湿热 寻精上眼于目 所导致的 这是关于其在业为泪 所以当干功能异常的时候 我们的泪 也就是眼睛的分泌物 也会出现异常表现 反过来将来咱们根据眼睛的这些表现 也可以来推测 我们内在脏腑 干究竟出现了哪些问题 其载体合筋 那么这里所说的筋 主要是指的筋膜或者是肌腱 那么而筋膜呢 它复制于骨 而聚于关节 也是连接我们全身 关节和肌肉 主丝运动的一个组织 这是干载体合筋 那么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 那么干血对于我们的筋膜 具有滋润乳氧作用 所以呢 我们的筋膜才能做到 叫强健有力活动 才会自如 那么在病理状态下 当干血亏少 血不能养筋 就会出现肢体 一麻木 感觉减退或消失这种状态 还有一个呢 筋失去乳氧 就会出现屈身不力 甚至居脊 再严重了 就会出现震颤这种表现 一旦出现震颤 我们称这种状态为血须生风 那么另外呢 当热血入侵 而损伤肝阴 则会出现的筋脉失氧 出现四肢抽搐 静向僵直 甚至出现脚弓反胀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称之为叫热疾生风 因此将来咱们中医呢 凡是什么震颤呀 抽搐啊 这类类似于冻风的 这种病理变化 中医呢 都会从肝来论质 其基本的原理 就在于肝再体和筋 而抽主要是筋 它的震颤或者是抽搐 所以呢 将来我们质的时候 也从肝来进行着手 那么齐滑在爪 那么爪 其实就是我们的爪脚 包括我们的指指甲 脚趾手指的指甲 那么其中爪呢 认为是筋延伸到体外的部分 因此我们称之为叫爪为筋之鱼 那么它的容枯 往往呢 它会反映肝血 它的状态 因此 在胜利状态下 我们肝血充足 所以着甲坚韧而明亮 红润并且有光泽 那么在病理状态下 当肝因血不足了 那么着甲就会失去其荣耀 则会表现为 以着甲脆薄 颜色枯苟 甚至出现变形脆裂为主 所以当看到我们的指指甲 出现这种变化的时候 往往呢 认为是甲 它的阴血亏虚所导致的 这是关于甲 叫齐滑在肘 最后看 甲开窍于木 其在窍为木 木这里头指的是精明 那么具有事物的功能 这个翘 大家记住 是表现在外的关翘 其实咱们五关九翘 这就是翘的含义 那么甲它的经脉 尚连于木系 所以我们眼睛 它的事物功能是否正常 都有赖于甲 它的气的输泄 甲血的荣耀 也说跟甲的功能 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在生理上 五脏六腹之精气 皆上入于木 而在病理状态下 一当甲血不足了 那么因此眼睛 则表现为 以两目甘色 事物昏花和夜盲为主 当甲火上炎了 所以会出现 两目的红肿热痛 而甲要上炕的时候 眼睛则会表现为什么 头目悬晕 叫木炫 事物旋转动荡 如在车船之上 这就叫木炫 这是甘阳上炕的表现 所以当眼睛出问题的时候 咱们可以来窥测 其对在脏腑甘 出现了哪些病变 这是叫在窍为目 在也为泪 上述呢 咱们就把甘 它的系统联系 给大家介绍完了 这里头呢 要求大家 把甘的系统 比如说叫在智为怒 在也为类 在体合金 齐滑在爪 开窍于木 这个知识点 一定要把它掌握住 而当这些外在官窍 出问题的时候 咱们可以窥测 内在脏腑它的病变 这就是咱们中医的 以向策脏理论 也是我们中医辩证论治 它的一个基础 那么下面我们来介绍 甘它的生理特性 那么甘它的第一个生理特性 是甘为肛脏 体阴而用痒 这里所说的甘 是指钢强造极的意思 正因为甘具有 钢强造极的特性 所以在皇帝内经当中 我们称之为叫将军之官 为将军之官 那么其在之为怒 又为风目之葬 并且呢 它的特性叫体阴而用痒 其气呢 是主声而主动的 那么何谓体阴而用痒呢 那么所谓体阴主要表现在 一个方面是说 甘它是五脏之一 那么五脏与六伏比 它属阴 并且呢 甘从位置上来讲 右跟肾同居于下胶 所以呢 它属阴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呢 是甘呢 它是我们的藏血之葬 所以藏有大量的阴血 因此呢 其体为阴 属阴 而所谓用痒 它的意思是说 甘为风目之葬 外应春生之气 甘气呢 它又是从功能的角度来讲 是主声而又主动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说其功用属阳 正因为这样 所以咱们说 它的阴阳属性 才为什么 叫阴中之阳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性 叫为肛脏 体阴而用痒 关于这个点呢 因此在生理上 我们的肝 它具有什么 主声主动的特点 而在病理上 肝气容易什么 上腻 前述咱们在讲 我们的肝 调气肌的时候 肝气容易什么 向上走 所以会导致什么 面红目赤 甚至呕血 那么肝阳呢 也容易爆炕 肝阳容易抗于上 也会导致什么 头目悬晕 那么所以临床会出现什么 像头晕啊 头胀啊 头疼啊 甚至抽搐啊 这类 肝气抗腻 或肝风内动的表现 这是因为其 用羊的特点 所导致的 那么下面第二个特性 叫肝 喜调达 而勿抑郁 那么这里头 因为肝从五行当中 鼠目 应我们自然界的春生之气 所以说从胜利状态下 肝应该保持一种柔和调畅 生发调打 哎 那么既不抑郁 也不亢奋的这种冲合之下 也就是说 他的调达 生发特性 应该要保持一定的度 才能呢 维持我们人 正常的生理功能 也就是说 肝的疏泻功能 才能正常 那么一旦暴怒 或者是思虑不解 等一系列的情质 刺激到肝 就会影响 他的疏泻功能 而这个功能 他就会 表现为两种状态 一个状态 就是暴怒 能够使肝气 肝气亢奋 出现面红目尺 头上头疼 心烦易怒 甚则昏扑 呕血 这类表现 就是咱们小短季当中 提到的大兵 他的夫妻 哎 因为什么 暴怒使肝气亢奋 血水气溺 因此导致了脑中风 脑出血 他的发生 另外呢 由于思虑过度 也可以的导致什么 肝气 他的瘀结 其实这里头不但思虑过度 其实要泛泛的来讲 对于我们的精神情质 压力过大的人来讲 一般都会影响到肝的输血功能 出现肝气的瘀结 比如说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你经常会发现人 喘一口大气 这种情况 其实这个表现 就是肝育气质的一个典型特点 叫吸太吸 所以会出现什么 情绪的郁郁寡欢 多思善虑 甚至出现悲伤欲哭 这种情绪的抑郁不输的状态 中医认为 他的病变脏腑就在肝 这个呢 是因为肝 他的输血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 所以咱们才说 肝 他喜调达 其实也就是说 喜 肝 喜 调畅 冲合 冲合 而物 肝的什么 抑郁状态 其实也就是物 不喜欢 他的什么 输血不急 导致肝气 抑郁局部 出现的胸邪胀满 凉乳 少腐 胀痛 甚至 喜太吸 这些表现的发生 其实这句话概括起来 也就是说肝 喜功能正常 不喜功能不正常 所以概括为叫 喜调达 而无异欲 那么下面我们来介绍 关于肝 他的第三个生理特性 那就是肝与春气相应 那么五脏啊 他与自然界的四十阴阳 是相互通应的 那么肝呢 主要是应我们的春气 那么春气万物复苏 欣欣向荣 有利于肝气 他的生发和调查 那么反之 假如春季 我们风气太盛 又会对肝 他的功能产生影响 而尤其是对那些个 肝火肃旺 或者是肝羊偏抗 以及脾胃虚弱的人来讲 假如在春季发病 就能表现为 以头晕头疼 烦躁易怒 甚至呢 以中风昏厥 或者出现情质抑郁 以及邪肋部的胀痛 未婉的脾闷 爱气 嘔吐恶心 腐痛腐泻 这些疾病 它的发生 反正最起码 肝调人的情质 而很多情质病 春季是它的高发期 其原因就在于 肝与春季相应 好 那上述呢 我们就把我们肝 它的生理特性的三个方面 给大家介绍完了 首先第一 叫肝为肝脏 体阴而用阳 第二个特点呢 是肝喜调达 而勿抑郁 第三个方面 讲了肝与春气相应 关于这几个特性呢 咱们大体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好 这一节呢 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 谢谢观看 本节经典原文诵读 感受血而能是 足受血而能不 长受血而能握 只受血而能赦 素问五脏生成论 更多课程 微信搜索 医城有道学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